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华民族伟大而灿烂的文化 江水如炼 风光如现 长江以其秀美身姿 打造出中国北北三十渡上 最迷人的风景走廊 江水如炒 激情奔涌 长江以其澎湃动力 激励岩江儿女 用勇敢和热情去创造时代 拥抱生活 风云变幻 沧海桑田 长江是有生命的 曾经震撼 感动 激励了无数人的长江 今天有怎样新的人意 大江奔流 日夜不息 面对一个奋进的新时代 长江又会有怎样的诉说 江头江北 江南江北 远方的家来路再一次走进长江 去聆听他的心声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我们远方的家设置组开始了新系列 长江型的拍摄 从我身后连绵的雪山 山间低矮的云层 还有一直绵延到天际的高山草垫 相信您应该猜到了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 长江就是从这里的雪山走来 开始了它的万里之心 我们设客组 这一次去往长江源头 是选择从拉萨出发 沿着G109国道 翻越唐古拉山口之后 到达有着长江源头 第一阵之称的燕石坪 那里也是我们车辆 和人员物资补给的最后一站 之后我们再从燕石坪出发 去往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长江源头江根迪乌冰川 全程差不多900公里 现在的海拔是3800米左右 这一路海拔将会不断地攀升 直至江根迪乌冰川的5300多米 雪域高原向来都充满了 未知的挑战 这一路我们将用镜头 展现长江源头的风貌 记录下江源人们的生活故事 一望无尽的草原 闭空如今的蓝天 朵朵白云好似触手可及 109国道在联敏的群山 和草殿中穿行 向北延伸到事业的尽头 然而好天气没持续多久 很快我们就遇到了高原的第一个考验 风雪 我们沿着109国道 现在刚刚进入到纳曲地区的境内 天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的海拔是4700米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现在风力差不多得有六七级 而且天空中是下起了小雪 这些小雪颗粒打在脸上是非常非常的疼 我刚才在车上看了一下温度计 现在的气温是零下三摄氏度 比刚才骤降了十几摄氏度 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发现 青藏高原它的天气是非常的多变 就像小孩的脸一样 说变就变 海拔每升高一千米 空气含氧量就降低10% 随之而来的高原反应 让身体倍感压力 连收滑都有些困难 扑面而来的风雪 揭开了挑战的序幕 长期在西藏从事旅游运输的司机 朱川正早已见怪不惯 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高原天气就是这样变幻无常 从拉萨行车400多公里 我们来到了长江源头区域的安多县 这里地处西藏北部 临近唐谷拉山 有西藏北大门之城 约十万平方公里的辖区年纪 人口约四万 从1965年渐渐至今 这座国道边的小城 逐渐繁荣起来 我们担心未来几日的天气 会影响探寻长江源头 于是来到安多县气象局 了解长江源头的天气情况 这里海拔4800米左右 被誉为天下最高的气象局 还有阳光房 接待我们的是气象局局长王雅 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记录气象数据 我们也一同观看了高原气象云图 我们现在的天气是存在地上 我们的地方 从这个图来看明天 未来是小时的这个预测的话 那么就是说 可能会是多影天气 多影天气的话 但是一步排除就是说 像唐谷拉山以北的祥镇 出现这个小的阵性降水 局部地区的地区 王雅告诉我们 长江源地区海拔高 不确定因素较多 天气充满许多位置 一般三天内的天气预测准确率较高 但是区域小气候很难精准预测 王雅带我们来到 自动化测量仪器的区域 王雅介绍 朱里的仪器大部分在 2013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98%都是国产仪器 每分钟记录一次数据 随着网络速度的提高 每五分钟上传一次数据 可靠性和清明度都很高 数据经处理后 传回西藏自热区 气象局网络中心 进行数据质量控制 最后上传中国气象局进行运用 在这些设备中 有个简单的测量装置 叫动土测量仪 对高原人来说格外重要 由于青藏高原遍布动土 根据这台装置的测量结果 可以有效避免动土给房屋建筑 管道排水等工作 带来的危害 是个橡胶管 上面是有刻度 它最大深度是3米5 3米5的深度 现在捏的还是硬的 就证明还是结冰了是吗 现在是2米21 2米21以上是结冰了 是硬的 2米22开始是软的了 证明下面的水还没有结冰 所以说现在动土层的厚度就是2米21左右 就是从上面的这个 你看到吗 这个4厘米到2米1 2米21减去4厘米 差不多就是2米1几的这个动土的深度 根据往年经验 五月下旬动土才会解冻 绿草才会萌芽 到全年气温最高的7月时 平原地区已是炎炎夏季 而安多县的气温却还不到10摄氏度 有时还会下雪 等到9月份就开始了大范围降雪 严酷的高原亚寒带气候 考验着驻扎在这里的一大袋气象人 王亚告诉我们 气象局刚建成时 这里条件很艰苦 喝水只能靠打井 到如今这口井还在试用 这个水可以直接喝吗 可以 喝到来 凉到来 我尝一口吧 真的是冰冷刺骨 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可能通过我们现在拍摄的这个环境 感觉不出来温度 因为现在日照还是比较强烈的 今天天气的温度是零下 差不多五六摄氏度 可想而知 这个水的温度是有多低 而且刚才我还观察了一下 我们把这个水打上来的时候 有一些水是落在了这个井壁上面 很快一两分钟的时间已经结冰了 气温是非常的低 那在安多县 冬季最低气温能达到多少度 4个30 6.5度 风就是可以达到4亿级 可以达到4亿级 所以说这边出现了什么风灾天气 这些都还是很多 那在这样的极寒天气之下 你们一般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这个老一辈子都这样坚守过来 我们也就是秉持精神 再哭也没有以前哭 现在挺好的 过去气温局采用人工采用数据 老一辈工作者 往往得在零下30多摄氏度 8到11级打风的极端天气下 到户外长时间工作 在王亚眼里 像前辈一样接手岗位 做好本职工作是气象人的本分 临别前 气象区工作人员贴心地把 长江源头的天气情况 和注意事项打印出来送给我们 洁白的哈达带着他们的祝福 伴随我们继续前行 高寒缺氧 海拔最高的国道线上 走访高原养卢工的日常生活 翻越唐古拉山口 河滩雪地 脚步不停 我们向长江源前行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 《长江型》第一集 长江源头 驼驼河 正在播出 第二天我们从安都县城出发 继续向长江源前行 越靠近唐古拉山 四周越是一片冰雪雪界 在距离唐古拉山口 压口不远的地方 一座黄色墙面的院子 处理在路边 这是青藏公路109道半的主地 我们来时 道班工人刚因前几天的大雪 忙碌了三天三夜 那这一次的这个雪很大吗 对 从元月份开始 一直都现在那个什么 今天和昨天就是最好的天气 像这两天这么好的天气 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也是最高兴的吧 最高兴的 我们还有车 车流量这么好 静荡 粗荡 全部都这样做 很长空 对 长空 我们就高兴了 今天我们最高兴的 外面反正看一看 现在早上我们一起来到那个什么山顶山那边巡逻一下 就即使是天气很好的情况下 你们也会立行去巡逻的 对对对 保证这条公路的畅度 对 八部所在的安多公路段第十四公区 负责维护四十多公里的青藏线唐古拉山段 为保证公路长通 到办公人必须二十四小时值守 即使清理雪障 很多路段因为无法用大型铲雪车 只能靠人工铲雪 最难的一次 到办公人们连续铲雪十四天 清理了四十公里的路面 连续十四天 对 不进来 没有休息吗 没有休息 我们迷了一下就走 迷了一下就走 反正带个方便面 我们车上有方便面 带个开岁 还有给他们的加速员 提供那些小方便面 还是开岁 公人们的身体怎么能受得了 身体受不了要受得了 真的 这是必须的 我们一通车 我们高兴 真的 小伙子们挑起来 通了 真的 有什么真的 严厉就出来了 真的 还是他们的那些什么 我们的这些工人都就是 全都那个什么 父母全都 养龙工人 他们也这个清掌鞋感情的 比较深 真的 对我来说的 我也感情深 我三十几年这个清掌鞋上 真的 没有车子的生意 我睡不着 最高的海拔位置 让这里被称作天下第一岛班 除了养活公路 工人们还办了个免费的救助站 常年风雪的唐古拉山 人称风雪仓库 在缺氧和恶劣天气的包围下 经常有人需要救援 一床干净被褥 以被热开水 足以温暖风雪中的行路人 整洁的房间里 氧气药品 方便面 军大衣等一英俱全 有些还是工人们 自导药包添置的 满墙的锦旗 感谢的话语 背后是无数感人的故事 就是这个西岸的这个 它是开饭店的 它在唐古拉山山顶 开那个什么 骑自行车 运到了唐古拉山山顶 运到了以后 我们就到了那里 它就一旦是没齐了 我们准备把它这么弄 那时候我们山顶上堵车 堵得厉害 就是从这个那个什么 我们从工区到山顶 十四公里全部堵 堵满了 就是开车没办法下 没有办法 只有我们工人 那时候我们有十多个工人 从山顶上背到工区 十四公里 轮着来 现在我来 我来以后 我就岂不过多弹来 就这样慢慢地 我们拉到了这里 它年龄也比较大 六十岁岁 最后到了这里 我们把这洋器 那些药品拉上来 给它 简单地弄了一下 就我们把那什么 我们的水油船 那些拉过来 咱们把那些 教一下 一点一点地往这里 最后就慢慢就行过来了 最后说什么 就是第二次使用一次 你们多办法 就这么开始 109国道 也叫金拉公路 从北京到西藏拉萨 全长3900多公里 其中 1900多公里的西宁到拉萨段 被称为青藏公路 这是一条用生命和鲜血 奠基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 人们带着牦牛和骆驼 在人烟稀少 氧气稀薄的高原上 艰苦奋战 平均每勤勤一公里 就有一个人牺牲 如今行驶在青藏线上 我们已经很难想象 当年修鲁式的艰难 1954年通车的青藏线 彻底改变了 西藏封闭的交通 60多年来 这条血域高原上的生命线 承担了85%的 进藏物资运输 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 如今 每天约有1.5万辆车次 进出唐古拉山口 畅通无阻的公路 让我们心中 充满了对驻鹿英雄 和公路养护人员的敬意 我们翻过海拔 5230亿米的唐古拉山口 行驶三个多小时后 离开109国道的百游路面 沿着县级公路 行驶80多公里 来到了马曲乡 因为离长江远近 这里又被称为 源头第一乡 2.6万多平方公里的 家区内 只有2000多人口 早在一个月前 我们就与马曲江政府 取得过联系 据乡里工作人员说 如果天气和路况良好 从乡政府开车去 长江源头 将跟敌辱冰川 单程约120公里 加上拍摄时间 我们差不多可以当天忙烦 如果赶不回来 在距离源头 几公里的地方 有牧民家 可以提供住宿 明天上午我们是计划 去到这个江根敌辱冰川 路好走吗 不好 因为这块的话 原的意义而说是没有路 因为路况随时都在变 如果说下雪的天气 和日常的天气的话 这个差别很大 所以说我们要做好一些 水晶一变的准备 所以说尽量的话 我们明天早一点 早进 大概几点钟 6点半的样子 我们就起床 6点半出发 然后是吃完早饭 7点准备出发 7点准备出发 出发 行 如果顺利的话 几个小时能到 顺利的话 4个小时能到到这个源头去 4个小时 因为这颗路 确实是没路 我们要设计到 一个就是河滩河床 冰 冰雪路 然后还有一些沙士 都有可能 了解了接下来的大致行程 大家都期盼着 第二天探员能有好运气 当晚 我们准备好所需的各种物资 检查完设备 就住在乡政府招待所 度过了心中 既满怀期待 又有几分忐忑的一夜 现在的时间呢 是早上的七点钟 马起香的天刚刚亮了起来 我们摄手组呢 准备出发前往长江源头 江根迪路冰川 此行呢 我们有幸地请到了 中科院 西北院的研究员 上官老师 作为我们的向导 那之前上官老师 也是来过江根迪路冰川 做过考察工作是吗 对 我们在这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了解到 今天去往这个 江根迪路冰川 路程差不多得要 四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出发的时间 是比较早一点的 看这个天气 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 今天是挺好的天气 好 那我们就出发吧 走 马起香位于东京 91.5度 北纬33.9度 日出时间 比北京晚了约两个小时 晨曦照耀着矮落雪 洒下一片金光 景色虽美 但高原反应也如影自信 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 空气中氧气含量 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 对于不常在高原生活的人来说 即使不做任何运动 也会觉得凶猛气端 不过为了能一度 长江源的风采 十字组所有成员 都克服身体不适 继续前行 与我们同行的还有 江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马路古堂管理站的广乎员 他们对这一带道路最为熟悉 他们说 山里经常下雪 雪会盖住车道和一些小河 看似平静的雪景之下 却暗藏危险 路况不熟的人 几乎无法进入 刚行使一个多小时 我们设置组就遇到突发情况 现在我们是遇到了一点麻烦 由于海拔升高呢 现在这边的雪是越来越厚了 差不多得有4厘米 我们一辆越野车 是陷在了这个雪里面 这是什么原因啊 扎西 这个 底盘托住了 底盘托住了 不仔细观察 谁都没有想到 积雪覆盖的下面 是一条河道 幸好河道不深 不然后果无法预测 其实我们为什么选择 在4月多分 这个季节来到这儿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 听说 这个季节进入冰川 是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这个冰雪还没有消融 然后这个地面还是冻土 所以说开车是可以直接进去的 那什么季节会比较难走一点 5月底 5月以后 5月底线后 鸡雪和冻土逐渐融化成沼泽 车辆很难进入 待9月以后气温降低 河流和冻土又开始慢慢结冰 也是汤圆的防水机 1 2 3 大家用尽全力 加上拖车的倩引力 最终把车拉了出来 数据见识 我们身处海拔近5100米的位置 越往前走 明显感觉到雪越来越厚 这也意味着 我们更加接近长江源头 眼前的雪域冰原辽阔壮美 但我们却没有太多心思去欣赏 以兴想的路上不要再出现意外 然而事与愿违 在翻越一座雪山的时候 我们的车队再次献车 还有多远 县长 现车时 我们已行驶了四个多小时 踩走了一半多的路程 速度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 剩下的三十多公里 我们能否顺利通过 到达后是否还能安全反馈 种种问题困扰着我们整个团队 如果在这个海拔五千多 靠我们步行的话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三天 三天 我刚问完这个问题 上官老师伸了个舌头 得三天啊 还要你走得快 推进吧 一 二 三 一 三 大家再次协力把车推了出来 周围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环境 以及头晕气喘的高原反应 几乎让我们精疲力竭 因为前面的雪会越来越厚 现在高原上的积雪情况 与他们预估的天气状况 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车队继续往前 风险很难预测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情 真的是跌落到谷底了 因为十多天的时间 我们每天都在盼着 能够拍摄到 长江它最初的一个模样 而且 上官老师刚才您说了 这旁边的路 其实有的还能走 我们能不能再试一试呢 就为了保证 车辆的安全 还是不建议 不建议 如果是 如果我们四辆车的话 总是可以走 但是能走多远 很难说 但是会有安全隐患 这就是客观的一个因素 快到中午十二点了 从远处看 乌云密布了 很快就会飘过来 很有可能也会有这样的 一个风雪的天气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 格拉丹东雪山是在什么位置吗 格拉丹东 现在就在我们的 这个方向 手指的方向 还是看不到它的雪峰呢 是吗 我们往上走看一看 眼看我们与长江源头 将跟敌辱冰川 无缘相见 上官东辉 劝我们不要太失望 因为他曾多次进行 长江探员科考 深知这片区域 缺您降学 路况十分复杂 就单此行动而言 能否顺利抵达长江源 并不完全取决于 准备工作是否充分 其中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为了保证人员安全 天黑前及时返回 那雪峡 经过考虑 我们最终遗憾的选择 放弃前行 上官东辉说 其实我们已经身处 长江源头水系 唐古拉山脉 拥有超过二十座 海拔六千米以上的雪山 连成了南北五十多公里 东西二十多公里的雪山群 在海拔五千八百米的雪线上 积雪中年不化 河雪山间的许多冰川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固体水库 源源不断地给长江攻击水源 在往高处走一走 应该就能看到边上的冰川 能江湖底鲁孔很难看到 在边上的冰川我们能看到 其实和这个江根底鲁冰川 是基本上相似的是吗 对对对 只是它没有江根底鲁那么远 对 江根底鲁因为它是 拖拖河的镇原 所以它比较有名 但是别的冰川也是一样的 其实其他这些冰川 也属于长江的源头之一 因为江根底鲁冰川 离长江入海口更远 以河源为远的原则 所以在众多冰川中 江根底鲁冰川 被定为长江源头 江根底鲁冰川 位于唐古拉山脉主峰 各拉丹东西南侧 上官东辉告诉我们 各拉丹东冰川的秦城 与演化 受青藏高远的龙声 和气候转型影响 根据现有冰心底部年代表明 这一区域冰川 可能形成于60至80万年前 这各拉丹东雪山 分布有多少个冰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看到这一张长江西系冰川 中部与流域的编码图 对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图 对 我们现在在这个格拉丹东 峰的下面 北面一点 长江源的话 它是有三个源旗组成 一个是出马河 是在北源 然后托德河是西原 然后当去是南原 对 出马河的话 冰川就比较少 它将近只有四十几条冰川 面积也比较小 只有四十八平方公里 那么托德河的话 就是面积比较大 冰川大概有九十二平 但冰川面积大概有三百八十平方公里 而当去的话 就分布冰川是最多的 然后大概有四百六十八平 冰川面积大概有七百八十平方公里 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长江 有一个长江水系 那么长江源水系 整个冰川的面积 占整个长江水系的 大概百分之六十多 我们身处的长江源地区 与同在青藏高原腹地的 黄河发源地 蓝沧江发源地 共同组成了三江源区域 总面积约三十六点三万平方公里 这里河流密布 冰川和湖泊众多 湿地类型丰富 提供了黄河总水量的百分之四十九 长江总水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蓝沧江总水量百分之十五的水源 被誉为中华水塔 这些冰川是如何给长江提供水源的 冰的形成的时候 它有一个动力过程 所以它会通过摩擦 就是消融出水来 实际上冬天也是有水 但是这个水量是比较小的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就是我们通过辐射的形式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冬天 也是假如说冬天 它温度很冷 但是打晴天 这个时候它吸收热 它也会浓化表面的 就是雪或者冰 完了以后来形成一定的水 然后来形成冰川浓水 但是这种水分的话 通常很快就会再冻结 完了以后形成一种冰 它很难形成金流 第三种就是我们知道 大夏天它就冰的浓化 这就通过温度 然后它就吸热的情况 然后就大量的流 就把冰浓化成水 补给到河流里面 这种的话 这是一种冰川补给河流的 一个主要的形式 那这一滴水是怎么会有长江的 就比如说就是江根地鲁 浓化一点点水 然后到拖的河 它就又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滋流 最后到通江河的时候 就是滋流更大 然后这样通过一点一点的汇流 最后形成大江大河 就我们的长江 就一滴水 我们说一滴水要汇到 汇到大江大河里面 它才不会干活 站在茫茫的雪原上 我们珍奇地感受到 此刻雨雪 冰川 溪流 滋入万物的生命之水 正以普通形态 在广袤天底间循环 滴水沉川 在雨声声哺泣的汇聚 化冰为水 万里长江 就在这片洁净的雪域高原上 越于诞生 举目望去 眼前的冰雪 在耀眼的阳光下静泥而盛洁 在这样安静的外表下 孕育出的是长江澎湃的动力 和接纳四方支流的胸怀 再访唐古拉山镇 陀陀河与青藏公路青藏铁路 在这里交汇 初识候鸟栖息地班德湖 寻觅先行抵达的班头眼踪影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长江型第一集 长江源头陀陀河 正在播出 离开马曲乡 设置组重返109国道 沿着陀陀河顺流而下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来到唐古拉山镇 这里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小镇辖区迷纪约5万平方公里 人口不到2000 还未解冻的托托河 依偎在小镇身边 青藏公路大桥和铁路大桥 遥遥相往 早在2014年 远方的家世日组 拍摄江河万里行系列节目时 曾到访这里 一别五年 停在镇上的大火车越来越多 国道两旁的旅馆和饭店临次致比 青藏公路的繁忙 给小镇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熟悉的红房子 依然处立在托托河边 五年前 设置组曾到访这座 长江源水生台环境保护站 它是由四川省绿色江河 环境保护促进会 发起建立的一座民间保护站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保护站跟许多学术机构合作 在长江源区开展保护工作 来之前我们联系了老朋友 绿色江河会长杨新 一般在几月份 什么时候整个河水可以解冻 大概的话要到月初 这部分就成功了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河水的水量 是不是最小的时候了算是 这个还不是最小的时候 为什么它有冰雪融化 这个恰恰就是我们 那个时候是最小的时候 又没有降水 冰雪全部融化完了 那个时候是最小的 水量最大的时候是在 那可能是这个季节性的 七八月份 有雨水比较多的时候 远处长江源特大峡 横跨在河面之上 青藏铁路通车室 这里就专门设立了 土土核站 大大方便了当地居民 以及来访旅客 铁路通车让高原 逐渐热闹起来 但来的人多了 如何避免人类活动 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干扰 成为人们新的关注这点 距陀陀河大桥大桥 大约三十公里的班德湖 是班头雁 黑井鹤等珍稀候鸟 在高原的栖息地 我们听说环保志愿者们 常年在那里进行 鸟类保护工作 从保护站出发 我们行驶了两个多小时 来到了班德湖 这里与陀陀河相连 密集约四平方公里的湖面 大部分还在结冰 好似高原上一面雪白的镜子 我们找到长江源 水生台环境保护站站长 嘎贾尔土淡淡巴 大家都亲切地叫它土淡 现在冰面感觉是 画了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样子 远处的冰面还是在风冻的 现在这里的海拔是 四千五百多米 岸边的一点绿意 像春天露出的一抹群角 正在唤醒冰冻的湖水 土淡说 班德湖很快便会热闹起来 每年四月到五月 班头燕黑锦鹤等候鸟 会陆续到达这里 栖息在湖心岛和周围湿地 繁衍后代 从2012年开始 每到夏季 志愿者就在湖边扎下帐篷 阻止人们捡食鸟蛋 并进行科普宣传 以及鸟类调研等保护工作 岸边醒目的白房子 就是搭建中的观测站 怎么想到要在这儿建一个观测站呢 因为我们每年就在这儿 数了已经好多年了 当时我们那个条件也不好 而且我们就是 如果说我们就是做几年 扎帐篷的方式 做几年万是放弃的话 可能还会有人去在这边 一旦我们不做了 可能还会有人去捡那弹 所以我们就干脆 最后就慢慢弄了以后 我们就这里 这是一个观测站 同时也是我们保护的基地 图蛋介绍 保护站定期招募志愿者 轮流交替工作 期限通常每一个月 观测站设有宿舍 中控室以及观鸟室 通过太阳冷供电 专门设置的观鸟窗口 正对着班德湖 观测站建成后 便不再到室外观鸟 以免影响鸟类的生活 听修建的官员说 这几天曾看到班头燕飞过 土蛋带我们前往湖边寻觅 沿着逐渐化动的湖岸 我们在滩图地带边走边找 没过多久便发现了班头燕的身影 慢点 慢点 在这边 您觉得好像啊 好像他们在跟你对话呢 他们这叫声是想表达什么呢 这个反正 他们在起飞的时候 基本上在岛上 他们除了睡觉的期间 基本上只要是活动都在叫 一般情况下 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左右 大批候鸟才会到来 这些是先行抵达者 循着班头燕的叫声 我们欣喜地望见 在另一头相连的小湖边 有一小群班头燕 此起彼伏的叫声远远传来 我们轻轻走近发现 这里大概有五六十只 现在距离更近了 一百米左右 对对对 其实好像感觉 他们根本没有在意到 我们的大海 对 它现在这个 还好吧 这几年一直在我们 就是一直在保护 所以呢 他们对这个人类的距离 就越来越近 甚至我们夏天的时候 就是他们那个 带着小鸟出壳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个营地帐篷那边 的大概就是五十米左右的距离 它都不怎么怕人 带着小鸟在那吃草 觅食 是以前的话 那个剪拨以后 远远地看到人 一下子全起飞了 班头燕得命于头上 两条醒目的黑斑 体长一般六十多厘米 虽然身形不大 却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 每年三月 班头燕会从南亚起飞 跨越喜马拉雅山脉 来到青藏高原的湖泊 这趟漫长的旅程 需要一个多月 只为回到族群的繁衍之地 组成家庭 交配产卵 等高原的冬天 来临之前 再带着幼鸟 南千离开 与班头燕族群 一级生活的邻居 还有黑金鹤 燕鸥 赤马鸭等候鸟 黑金鹤是世界上 唯一的高原鹤 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世界宾威武中 在中国的种群数量 约为一万只以上 很幸运 我们看见了两只黑金鹤 这两个可能是银子 去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有一堆 黑金鹤就在这个地方住潮 后来它们那个 它的宰比较 那个下得比较晚 所以我们请它为吃生 就是吃来吃生 完了以后一直在这边 从两头度假摄像头 完了以后一直在拍 它们最后那个小鸟 长大以后 就白天出去觅食 晚上回到这小岛上面 把整个过程都 我们拍下来了 对对对 最后呢 那个因为它就是 就出生的比较晚 最后接近11月份 天气越来越冷了 整个冰面就化冬的时候 它好像还不是特别能起飞 但是最后呢 就是就消失了 就不知道它有没有最终活下来 但是今年看这两个又过来了 估计可能有点悬 2018年10月下旬 保护站把每天拍摄的视频 上传到网络 小驰生是半顿虎 最后一只不会飞的鸟 位在寒冬到来前成功起飞 它每天要跟随父母 努力觅食于学习本领 躲过天底的际遇 挨过风雪的清洗 高原严酷的气候下 一场争分夺秒的抗争 坚忍不去的挣扎 牵动了许多人的心 有时候 自然且生灵顽强的精神 并不疏于人类 而且像黑金鹤的话 他们都喜欢在 也在喜欢在湖心岛上的筑巢 但是他跟半头燕不一样 就是他们两个就为敌 就是他喜欢吃半头燕的蛋 而且对对 竞争他喜欢吃半头燕的蛋 但是半头燕就是干不过他 但是他有极力的那种反 就是反反抗的各种 我们去年在那边 拍到了一些画面 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对对对 这也是自然规律 也没有办法 像这个黑金鹤 是不是比较珍贵的鸟 对对对 一级保护栋 国家一级保护栋 对对对 那每年来到这的数量 有统计过吗 去年大概有六只左右 只有六只 对对对 不多 今年现在看到的是有几只 今年现在已经来了两只了 对对 比较早了 今年来的比较早了 青藏高原湖坡密集 黑金鹤还有很多 其他的栖息地 也许赤生已经长大独立 在别处生活 也许他只是往来一步 涂淡说他会继续等他回家 随着鸟儿来得越来越多 班德虎也即将进入最美的季节 夏天的时候鸟来得多以后 就是所有听到的声音 全是各种鸟叫的声音 如果说你要是专门要录音什么的话 就感觉那特别特别好听 听到每天早上我们就是那个志愿者在帐篷里头醒来的时候说 不是说闹钟叫醒的 而是每天就是各种鸟叫 把那吵醒的 真的是好美的一天亮就各种各种的鸟叫就起来了 班德虎七夕的班头眼数量 已经从2012年的1700多只 增加到2018年的3000多只 作为保护站站长 涂淡很有成就感 这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它的选择 在长江源头采访的这些日子 我们了解到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40年来 长江源地区的冰川退缩了约16% 这可能导致当地湿地退化 影响源头区域的生态环境 而生态环境一旦受损 修复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行走长江源头地区 我们看到 从冰雪溶水到溪流汇聚 再到水流开阔的陀陀河 长江的每一步 其实都伴随着人的身影 我们希望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依相伴 永远和谐美好